一抓一大把 把把不落空 树上绑胶带 虫子爬楼梯 刚好掉杯中 转圈 转到捕捉器的时候 我们这个捕捉器是有比较这个词 之后就直接掉到这个容器里面了 小虫子养出来 商鸡钻手中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共富京 夏天的晚上约上几个朋友到烧烤摊上 点上羊肉串 牛肉串等各式烧烤 再配上清凉的啤酒饮料 是很多人特别享受的一件事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两道特色烧烤 一道是烤蚂蚱 一道是烤金蝉 提到这两样 没吃过的人会感到诧异 吃过的人呢 却有点上瘾 而在养殖户的眼里啊 这两样东西可不只是美味 我们马上到山东省申县和江苏省佩县 这两个地方去看看 夏日的夜晚 烧烤摊上座无虚席 肉食虽是烧烤的主力 而相比于传统牛羊肉 如今烧烤界却是花样百出 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这是蚂蚱 每次来的人这个蚂蚱是必点的 这个蚂蚱外面里嫩 非常好的 这是金蝉 彩彩的 酥酥的 又香 看到这些新奇的食物和食客们的兴致 首先有个疑问会闪现你的脑海 这些东西究竟从何而来 又是怎么闯进烧烤摊的呢 在山东省辽城市深陷 有一些从外表上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大棚 棚内却是一番热闹的景象 村民们正在热祸朝天地抓捕这些又大又肥的蚂蚱 说话的人叫王庆明 是这个蚂蚱养殖基地的主人 每到蚂蚱成熟时期 也是王庆明最兴奋的时刻 你看到吗 现在抓蚂蚱就这样抓的 你看到吗 你看到吗 一抓一大把 一抓不是一大把这问题了 这一会儿都抓一桶啊 这一盆有多少只啊 一盆的一斤多 这一盆的一大只一斤多 就这样一抓就行了 你看这多 我试一下呗 你试一下你抓 就是现在就特别好抓了 这是一种快乐 我试一下 你试一下吧 就这样 你熬的黄条 对对对 你放就行了 对对对 现在 这也是很好抓 我试吧 现在养巴掌的人 就是老多的困扰这个事 不知道怎么抓 现在都是 我这个 就这样 你抓一大把 对 你抓吧 过 过 这叫享受丰盛的快乐 就很快就能抓完这一块了 来来来 这一带是你呀 现抓现卖 清洗加工后 到晚上 他们就按每五六只一组 穿成串 烧烤后 一串就可以卖到三四元 而养殖这些蚂蚱 的人赚得自然少不了 在王庆明的带动下 短短两年时间 深陷养殖蚂蚱的农户 达到五十多户 养殖大棚达到两百多个 创造出一个年销售额 两千多万元的特色产业 骂着养殖 成了王庆明和村民 增收致富的法宝 而在江苏省徐州市的沛县 当地人靠养殖金蚱 也汤出了另一条 特色经营的好路子 夜晚 养殖户王曼和村民们 打着手电来到树林 减时这一个个 刚从地里爬出来的金蚱 看一下它的个头 是不是很大 现在刚出土 大概是在一块二三一个 价格还是可以的 我们每年捉金蚱的季节 就在三十多天 无论是卵 幼虫 金蚱 还是金蚱与化石脱下来的蚱蜕 都是王曼赚钱的宝贝 大伙正捡得起劲 可一个不注意 有些金蚱会爬到树的高处 每逃走一只金蚱 就意味着要损失一元多 王曼却一点也不担心 在树林里 您会发现很多树干上 缠着胶带 胶带下 放着一个盛着水的杯子 这正是王曼设置的 自动捕捉神器 胶带原理它是比较滑的 这个金蚱它是爬不上去的 它一直就让爬不上去 然后它会转着圈的往上爬 转圈转到这个捕捉器的时候 我们这个捕捉器是有这个 比较这个瓷嘛 之后就直接掉到这个容器里面了 当金蚱爬行到有胶带的位置 光滑的胶带挡住了去路 它们只能向旁边移动 金蚱转入一圈后 正好发现一块像楼梯一样的塑料板 等它们来到最后一个台阶 无路可走 刚好掉入水中 我们容器里面是放的清水 掉到水里之后 这个金蚱它就处于一个休眠状态的 它就不会脱壳 不会飞走 我们从水里面拿出来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它还会活过来 一个胶带 一个塑料杯 让金蚱稳稳地掉在了杯子里 这让王曼省心省力还省时 在沛县 王曼是较早养殖金蚱的 别看它文文弱弱的样子 满脑子都是养金蚱 卖金蚱的方法 在它的带动下 锦路楼镇的养殖规模 就达到了五万多亩 蚂蚱和金蚱 都是相对小众的特种养殖项目 却在王庆明和王曼的手里 发展成为致富一方的特色产业 它们究竟做了什么呢 两年前 在外做工程的王庆明 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把工程队交给儿子打理 回到了老家 在村民眼中 王庆明也算是个成功人士 有些人经常半开玩笑地 向他提出令他尴尬的要求 没事干 而且老多的人他跟我说 你看能给我们这人 找点活干吗 王庆明想着 是不是能带领大家干点啥呢 一次 他从一个朋友那里 了解到养蚂蚱不错 本地人又有吃蚂蚱的习惯 不料他刚提出这个想法 就遭到了儿子的反对 我不想让他养 养这个干嘛 那么累 咱又不会不走 是吧 那么辛苦 王庆明却铁了心要养 2022年6月 他投资600多万元 建了30多个养殖大棚 从外地买来种苗投放 又招收附近村 20多个六七十岁的老年人 来大棚干活 最开始蚂蚱量少的时候还好 一棚蚂蚱一次喂一百多斤草 一天喂五六次 可随着蚂蚱的长大 蚂蚱的胃口越来越大 王庆明突然发现草不够喂了 几个跟着王庆明学养蚂蚱的农户 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刚开始 王庆明只种一种草 一次性在地里种满 给刚出土的蚂蚱喂小嫩草 给长大的蚂蚱喂老一点的草 还能供应上 而且他还发现蚂蚱有个习惯 只喜欢吃尖叶草 圆叶的植物他不吃 牧草的生长速度跟不上蚂蚱消化的速度 王庆明想到要种植高产牧草 这么高的草仍然不能解决王庆明的问题 后来王庆明想到了同时种好几种牧草 分批割 接茬味 王庆明根据草的不同生长周期 轮坐种草 保证每只蚂蚱有草吃 饿不着 几个养殖周期下来 蚂蚱的养殖数量稳定增长 2023年3月 跟着王庆明养殖蚂蚱的农户 就达到20多户 随着蚂蚱产量的增加 抓蚂蚱一直是一个难题 费人工费力 不会抓 那天去了大概我们几个人 七个人 抓了三天才抓了两盘 当初他们都是学着别人晚上抓蚂蚱 蚂蚱到处乱飞 工人累不说 效率还不高 工人们都是附近的村民 尤其到了晚上 老年人要回家帮着做饭 照看孩子 光靠王庆明几个人抓 也不现实 该怎么办呢 王庆明琢磨出了一个 非常有效的办法 一直沿用到现在 往这直接拉 往这直接拉 拉过以后从那边上 从一头上知道吗 好 好 抓紧 抓紧 动手 那不让上去了吧 让你这个锐里边开始红了 抓紧 抓紧 咱天黑之前把这缝带完了 盖上了伯母之后 蚂蚱应该怎么抓呢 好了吗 这边是干干净净 没有蚂蚱吧 你往前走 往前走 你看你就知道了 这边蚂蚱确实 没了 你走得行 你大部分走得行 没有蚂蚱 蚂蚱全跑到一头了 因为 把它折黑了 现在这里都等于是晚上了 那边是亮光 蚂蚱喜欢光 它往光处走 所以你之后 捡到一头 我们最后抓蚂蚱 很省念 还没聚到一起 我们直接一兜 就兜起来了 原来 王庆明利用蚂蚱的趋光性特点 通过遮光布覆盖 营造黑暗的环境 做到了随时可以抓蚂蚱 随着这两年 蚂蚱产量的增加 王庆明开始收购 农户养殖的蚂蚱 可蚂蚱的生命周期 在两个月左右 活蚂蚱如果不立马卖出去 最后就会死亡变质 2023年8月 在政府的支持下 王庆明投资600多万元 建立了一个蚂蚱加工厂 通过将蚂蚱清洗后冷藏 延长了销售周期 王庆明针对不同的市场 对蚂蚱进行分级 一致论价 比如折吃后的蚂蚱 已经可以卖到30元 当初反对王庆明 养蚂蚱的儿子 也变得开始支持他 有一天给他带回一个信息 意外启发了他 去吃烧烤嘛 然后正好 那里有个烤蚂蚱 然后我们一吃还可以 然后周边坐的人 还都在吃这个东西 我一看市场还挺好 根据儿子的建议 王庆明去市场上一打听 结果让他很兴奋 我一问价格 把我惊掉了 因为咱养着这个东西呢 一看一个蚂蚱多少钱 一串蚂蚱六个 十五块钱 原本王庆明只卖生鲜蚂蚱 此后又增加了油炸蚂蚱的生产线 将蚂蚱加工成串 铺到大大小小的烧烤店 如今随着蚂蚱大量上市 王庆明的大棚及加工厂 有两百多名工人工作 五十多户农户 也跟着王庆明扬起了蚂蚱 这些蚂蚱被源源不断送往城市 而在距离山东省深陷 两百多公里外的江苏省徐州市沛县 也有一种不可多得的美味 正占据着大街小巷的烧烤店 在徐州市沛县 烤金蚱几乎是当地夏季烧烤摊的必备 而当地人最爱的那一口 还要数这个 炸金蚱 金黄入味 一口咬下去嘎嘣脆 基本上天然吃特别香 就是我们加上的特殊菜 加上的味道特别棒 王曼也喜欢吃金蚱 2012年他结婚后 发现婆家人个个都会烹炸金蚱菜肴 而且都会繁育和养殖金蚱 这让王曼发现了一个赚钱的门道 我们刚接触的时候都在五毛钱一个了 这个价格它是一直在上涨的 我就想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大面积的去养呢 那时当地人都是小规模养殖金蚱 王曼一直想着怎么扩大规模 把金蚱做成一个产业 2017年机会终于来了 沛县陆楼镇拿出一片八百亩的树林 对外招贤纳事 要求在不伤害树林的前提下 发展临下经济 一望无际的树林 树下松软的沙土地 正是养殖金蚱的好地方 王曼承报下这八百亩树林后 打算大干一场 它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肿苗问题 金蚱的卵都是产在这些枯树枝里 过去王曼将这些带有金蚱卵的枝条 直接扔在地里 让它自然孵化 完成孵化后的幼虫 会自己从枯树枝里跑出来 当幼虫钻到地下 长成这种大个头的金蚱 爬出地面时 则是两三年以后了 这种播种方式虽然简单 但孵化时间长 孵化出来的幼虫产量也无法保证 为了节省孵化时间 保证孵化量 王曼在基地专门建了一个智能孵化室 将村民采收的这些含有金蚱卵的枯树枝 收购后存放到这里 根据需要调控温度和湿度 我现在是在给那个卵汁喷水 喷完水之后半个小时之后 这个小蝉蚁就开始往下落了 我没想让它什么时候出 它就什么时候出 先给产卵加温到即将孵化的状态 然后浇上水 半个小时左右 产卵就可以大批量孵化出幼虫了 我们能看到 喷过水的枝条上 幼虫像小雪花一样 一只一只地掉落下来 刚孵化的幼虫掉到这片黑布上 收集 筛去杂质 幼虫需要在半小时内洒进地里 不然很快就会死亡 王曼就把这些幼虫平均分到混有土的盒子中 这样就可以随时播种了 2018年5月 王曼将地表进行方耕 把孵化好的幼虫 撒在了这片800亩的树林里 直接就是撒在这里就可以了 你要不要试一下 可以可以 要不要盯着一个地方撒 不要 我们这满地都是树根 因为我这个树已经好多年了 撒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撒均匀 有助于这个小柴苗钻到地下 你看一下 正常的话快的它几秒钟就钻下去 像慢的话一两分钟 这些幼虫撒下去 很快钻到了地下 种金蝉就算完成了 王曼每年都会种金蝉 就只等两三年以后收获财富了 可是等待是漫长的 即使每年的猪金蝉 也只是一个月时间 其他时间没什么事可做了 就在这等待之中 王曼发现了一个新的发财门路 这个发财门路就在它的头顶上 我这个鱼钱 每年就是三月份的这个季节 我这个鱼钱的话 一亩地的收入是在五千块钱左右 原来王曼承包的这片树林 是鱼树林 这是鱼钱 每年农历三月 经常在地下安安静静地生长 它早已经忙碌了起来 趁着鱼钱鲜嫩 把它们采摘下来销售 鱼钱加入面粉 可以做成窝窝头 或者包包子 包饺子 是很多人儿时的味道 即使现在 也是餐桌上的一道特色美食 王曼没想到 他的金蝉还没出土 鱼钱却卖火了 成了他除了金蝉之外的一笔收入 2020年夏季 王曼的第一批金蝉 终于到了出土的季节 近一个月 王曼就捉了五万多斤金蝉 他把这些金蝉卖到当地的市场 很受经销商们的欢迎 自从养上金蝉 王曼总能听到关于金蝉的很多消息 2021年时 王曼发现在他还没有金蝉出土的时候 市场上竟然有人开始在销售了 这让他敏锐地察觉到 这里面有蹊跷 在当年就是大家都出土高峰期的时候 这个价格肯定是会要低一点的 本身比如说一块钱一个的 有可能高峰期量一大 就是可能会九毛会降一点 它提前出土的时候 我们就市场上就没有什么竞争 价格就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 金蝉早出土 卖价会高不少 意味着能多赚钱 王曼想在市场上还没有金蝉的时候 让金蝉出土 可金蝉生长在地底下 无法干预它的生长 怎么办呢 就在王曼寻找方法的时候 自家的菜地给他带来了灵感 我就想自己做点菜吃 然后就搭了这个小棚 搭完之后呢 我出金蝉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我这边的金蝉 还不到时候呢 就开始出了 就是说刚进入五月底 我这边正常的话 金蝉到六月十号才出嘛 我这边就是刚一进入五月底 它就开始有出的了 我就心想那肯定是 我看其他地方也没有出的 只有我这菜棚附近出嘛 然后我就心想那肯定是因为 菜棚里面的温度高 大棚周边的金蝉让王曼发现 在冬季 大棚对土壤有保温的作用 它就在撒有金蝉幼虫的地方 搭上大棚 利用泥下的空地 种起了羊肚菌 羊肚菌在每年的十一月种植 来年的三月采收 采收时间和余钱 还有金蝉都刚好错开 而羊肚菌产生的经济效益 也非常可观 王曼在榆树下建大棚 种植羊肚菌 羊肚菌生长在土层十厘米左右的地方 而金蝉则在地下三十厘米左右 两者互不干扰 最后由于大棚的保温作用 大棚里比大棚外的金蝉 上市时间提前了十天左右 正常上市一只卖一元左右 而提前十天出土的金蝉 一只就可以多卖五角钱 现在 王曼在三月收获养肚菌 四月收获余钱 六至八月收获金蝉 实现了树上结果 树下生蝉 行间种菌 在王曼的带动下 当地有三千八百户村民养殖金蝉 锦路楼镇的养殖规模就达到了五万多亩 小小的虫子从繁育养殖到加工销售 凝聚了王庆明和王曼的努力和智慧 通过示范态度 特色产业发展了 也丰富着更多人的餐桌 蚂蚱和金蝉都是具有地方特点的养殖项目 受地理环境和饮食习惯影响 它们的市场受到很多局限 以王庆明王曼为代表的养殖能手 精准把握商机 用一个又一个招法 解决养殖和销售中出现的难题 把产业做大 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当然养殖项目不可盲目照搬 但它们的经验值得借鉴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贡富经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